美国政府对华为的遏制打压正向学术领域延伸,国际学术组织IEE近日宣布,禁止华为员工参与其期开杂志的审稿,与IEE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包括微软通用在内的一些美国企业,却向美国政府表达担忧, 认为封杀华为等中国企业,可能会让美国萤火烧身。一些美国商会和学者,最近也表态称,升级对华经贸摩擦,是美国犯下的严重错误。 5月30日,IEE,也就是电器和电子工程师协会,在其中文官网上释出宣告,承认限制华为员工参与审稿,宣告称。 美国政府的相关法规,限制了华为公司及其员工,无法参与IEE,一些,通常不像公众开放的活动,包括一部分的出版物的同行评议和编辑过程。 而IEE需要合规。 但IEE同时表示,华为员工可以继续正常保持IEE个人及企业会员资格并行使投票权。 可以正常订阅,访问IEE的数字图书馆,提交技术论文,并参加并出席IEE赞助的学术会议及活动。 作为一个快国学术组织,IEE的做法,引发了许多学者的强烈不满。 北京大学资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张海霞,就公开致信IEE主席称,IEE下令禁止华为专家,参与期刊审稿,远远超出一个学术人可以接受的底线。 作为IEE的会员和期刊编委,我申请退出我所在的两个IEE期刊的编委会。 张海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表示,对一家企业故意列出某些黑名单,这是对我们作为评委的一种严重侮辱,也是对全世界的科学家的侮辱。 此外,近段时间,美国一些极端人士,还在鼓吹剥夺中国企业在美上市全,称中国企业这些年从美国股市上融资数百亿美元。 这是贸易顺差之外,中国占美国便宜的另一个管道。 对此,《环球时报》在社评中批驳道,美方一些人的对华傲慢,已经变得畸形。 他们越来越生活在种种狂想和冲动中。 中国已经是总体上资本富裕的国家,中国企业因为国内资金不足,而去美国融资的需求。 从聚集观上说已不存在,今天的中国拥有足够的回旋空间。 来消化美国在这方面的又一小心眼表现。 相信世界会有很多资本市场,欢迎中国有前途的企业。 反过来,他对美国金融市场开放性,以及美国投资者,分享中国经济成果的打击会变得更大。 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。 近日,中国地区最大的机体电路代工企业中芯国际,主动选择了与美国资本市场进行切割。 申请自愿将其美国预托证券股份,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。 中芯国际是世界领先的机体电路晶圆代工企业之一。 也是中国大陆技术最全面、配套最完善、规模最大的机体电路制造企业。 其14纳米晶片量产在即。 今年一季度,中芯国际的营业额在全球排名第五。 而在相关公告发布后,中芯国际的股价在港股市场逆势走高。 5月27日,还创夏日10.10%的涨幅。 对于美方的做法,美国企业和美国媒体,也在向特朗普政府表达担忧。 认为封杀华为等中国企业,可能会让美国引火烧身。 彭博社报道称,美国公司担心美国政府正在考虑的出口管制措施。 可能会阻碍他们,在利润丰厚的市场上展开竞争。 同时削弱美国的创新能力。 因为出口管制涉及的技术,被视为提高竞争力的关键。 美国资认科技与创新基金会的一份报告也显示,对新鲜接触的严格出口限制,可能导致美国公司在5年内,损失141亿美元至563亿美元的收入。 威胁到多达7万4千个工作岗位。 美国耶鲁大学高阶研究员史蒂芬罗奇,近日在世界报业新迪加网站专门说, 升级对华经贸摩擦,是美国犯下的严重错误。 习惯于把别国作为自身问题的替罪羊,是美国自欺欺人的表现。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·艾伦,日前也发出警告称, 继续推高关税壁垒,将破坏贸易谈判的努力。